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我刚讲,这个线的角度为120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从 这个中心点的地方 往120 其实如果极坐标 极坐标非常简单,你从这边中心点出发 然后看到120之后,在120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再折回来 其实折回来也是120啦,所以你看到那个极坐标这边会出现 有虚线,那表示你这条线的方向没错 也就是说你往这个方向 再到焦点的地方点一下 实际上我是要这一条线 要这一条线的位置 这一条线就可以利用偏移 偏移的距离的话就是 14.15 14.15,Enter 把这一条线 偏移过来,这个地方就有个焦点 实际上我要的其实就这一条线 再来这边会需要有 一个线段,就是这边要连过去 连过去 连过去的角度刚好是跟这条线平行的 所以也是30度 那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从这个焦点出发 点一下 然后给一个30度 反正虚线有出现 就正确了 特别注意,它也很容易被破坏掉 很容易就会 碰到这个 很容易就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四分点 你特别注意,把它放大一下比较不容易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一个焦点 而不是四分点 所以 不要直接点下去 那另外一边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用近色 近色方式 然后选这一条 再来中心点选这里 然后方向的话 给这个也是30度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图形做出来 那这一条线其实跟 这一条线 这几条线其实都可以把它删掉 那再来的话呢 不需要的线段的部分的话呢 也再把它修剪 空白键一下 那我不要的部分的话 是 这边 这边还一条线 这边在这边,把它连在一起 不要线段的话呢 把它修剪掉 这边跟这边 要的部分的话留下来 这边跟这边不要 那里面这一条线也不要 那再来这边有一条线,把它补一下 从焦点 再到焦点 空白 修剪这一条跟这一条 那最后这一条线的话呢,直接就把它 Delete掉 那里面还多一条,把它Delete掉 那最后底下 底下会有两条线 这边一条线 再到这边一条线 那实际上要画这两条线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用追踪的方式 线 直接从这个四分点 出发 那我不知道到哪里啊,你可以追踪这个的四分点 特别注意是四分点 看一下四分点 然后往下 追这一点,然后往这个 双十字 出现了 双追点点一下,然后再往上 这样的话呢,就会刚好底下就会有这两条线出现 OK 那你试试看好了 这个是范例77 好吧,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了 好 谢谢大家